所以,剛剛特別注意喔,我剛剛主要是錄完的劇集之後 你可以在這個地方點編輯 資料剖析,按編輯 或者是說你可以從Visual Basic這邊點也可以啦 那一樣記得找到那個模組裡面 因為所有的程式都會寫在模組裡面 那我們剛剛在這個地方加上那個註解 那剛剛我同學問到就是那個註解 特別注意喔,你的開頭一定要是單以號 你如果沒有加單以號的話 那他會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也就以後只要是單以號開頭的話 那一律後面的東西就是綠色字,就註解 那註解對於程式來說是不會被執行的 也就是說如果將來你哪一行 比如說你將來你這一行 假設前面加一個單以號的話 你會發現如果你這一行前面加一個單以號 那這一行就不會執行 如果這一行不執行的話 假設你按資料剖析 你會發現它還是會跳 有沒有,按確定 那如果你把這個單以號打開的話 那這一行就會被執行 OK,所以特別注意喔 這個單以號的開頭 在VVA裡面就當成是註解 OK,有時候我們會拿來當成是 程式裡面要不要開啟 要不要執行這一行的相關動作 那這個部分的話呢 大概就請各位試著把它完成 如果有ANNMI Displaced Learn 那就不會跳出來了 OK,那再來的話後面 請各位把這個工作表把它改個名稱 這個叫聚集吧 旁邊有個VVA 那請各位一樣 把這個工作表按Ctrl鍵拖拉 Ctrl鍵拖拉加 它就多一個一模一樣的工作表 那請各位試著怎麼樣 試著用VVA做做看 因為你會發現 不過用VVA 你可以拿上個禮拜的那個151的程式 拿來做修改 那其實很多地方都可以用改的 可是特別是因為上個禮拜是有一個刮鬍 所以呢 我們就變成說 你就不要一次急著做 也許你可以先怎麼樣 先產生一個什麼 刮鬍自竄 底線長 也就是你按下這個按鈕的話 它會先把長這一欄給顯示出來 再來就寬 就顯示這裡 再來就高 然後再清楚 我顯示給各位看 這個按下去 有沒有這一個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長比較沒有問題 寬的話呢 你可以找到的位置再往下找 就可以找到寬了 那高的話呢 怎麼樣 你想說 找到的位置再找到 在找到 其實不用 你可以換另外一個函數 叫做instry instr 有沒有 後面加revert revert revert就顛倒意思 意思是說我不要從左邊找起 我可以從右邊找 後面加revert就可以了 高就ok了 然後再一個清楚 那最後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它全部一起執行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要一次 三個 有沒有 三個按鈕 三個sub 執行的話 你可以用call的方式 call這個 再call這個 再call這個 就三個一起了 ok 怎麼做 我大概敘述一下 因為有些東西前面都講過了 只是說呢 你可以拿上個禮拜的程式來做微幅的修改 就可以得出我們要的結果 第一個喔 一 我們一樣先切到video basic 二的話呢 請你按右鍵 再插入一個新的模組 我另外再產生一個新的模組 那再來的話呢 我就 當然第一個啦 程式最簡單的 就是先寫清除好了 清除最簡單 因為for i 有沒有 for i 等於回圈嘛 哪一列 第二列 到第八列 做什麼呢 把c欄 d欄 e欄裡面的資料 全部幫我清空 清空的話就放兩個算 所以這個清除 我清除不要名稱一樣 因為前面錄製的時候有個清除 那我這個第二個 我就清除二好了 ok 因為名稱一樣的話 將來喔 兩個它會混淆 它會多出 就將來你要插入那個 按鈕的時候 它會秀出module名稱 ok 那我直接名稱不一樣好了 那再來的話呢 我如果要先做第一個刮弧的話 那其實我可以拿那個151的程式 直接貼過來改就好 你會看哪個地方會變 第一個喔 我們之前好像是 for i 等於第二列到第十的樣子 那你只要把它改成八不就好了 那第二個的話 a跟b都一模一樣嘛 有沒有 這上禮拜都一模一樣 因此找本來是找a啦 那現在這個是找b 所以把這個改成b 那錢瓜符喔 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一定要改 之前呢151是用所謂的半型的 有沒有 那你記得喔 一定要改成全型的 全型應該會吧 全型的話記得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 我這邊是用新注音啦 所以我是前導字元 加一個錢瓜符 這樣子 enter 特別注意喔 你如果用半型的話 一定是找不到的 如果你實在不會啦 沒關係還有一個方法 這邊點兩下嘛 Ctrl C貼過去也可以啦 OK 只是我覺得比較麻煩一點 反正這個是 第一個 找到錢瓜符 找到後瓜符 這個一模一樣的 然後如果 A不等於0的話 意思就是說有找到 因為如果沒找到錢瓜符的話 它回來的結果會是等於0 就是找不到 不過理論上應該是 這個後面 b也要不等於0 或者是b不等於0 也就是b也要找到資料 那好像在那個 這個YouTube上的同學就打這樣 他說而且 and b不等於0 這邊應該打個b不等於0 但一直行的話一定錯 為什麼 而且 而且特別注意喔 這個and 你如果在這個地方呢 就是什麼樣呢 你不能用這個and的符號 and的符號是拿來串接文字跟文字的 那如果你邏輯跟邏輯的話 記得要打and 而且 ok 這樣子才可以 這個 而且 這個 也就是說 A要有資料喔 而且B也一定要有 A一定要有錢瓜符 B一定要有後瓜符 那 不過其實理論上應該用偶爾 我覺得會比較恰當 因為你用and的話 是這兩個 兩個都要成立 兩個都要找 不過其實and應該也是可以 只是說 理論上這邊的邏輯 用偶爾可能會比較恰當 ok 所以大概跟各位說明 其實如果不加這個 有的時候對程式不影響 有時候我乾脆懶得 就少加一點 因為可以讓程式比較簡單一點 這個順便跟各位講 因為同學有問到 再來的話就把資料切過來 所以執行的話呢 你會發現前面的長就ok了 那寬的話呢 就是把A找到的位置再加1 所以這邊的話會比較麻煩 A的話 底下會有個A2 為什麼 因為找到A之後讓它加1 而且你變成你要在哪個地方 在前面的地方 跟他講說你從哪個字開始往後找 所以會變成A 然後再一個A2 B然後再一個B2 這樣的話呢 才有辦法把這個寬的部分 幫我找出來了 那最後高的部分的話呢 我想如果還在找變成A 那不是A2 那不是A3嗎 哇 那太複雜了 所以乾脆想了一個方法 就是把E3這個含 INSTR 另外我就找了一下 其實你可以找VBA 電有沒有 那我就有印象 打一個INSTR 它除了INSTR之外 底下一個什麼 REVERT REV REV 就是從右邊找過來 那我就想說有這個東西 有印象 那我就試試看 於是的話呢 我就高的部分呢 我就不要再往下繼續多一個A3 而是怎麼樣呢 直接用這個REV 有沒有 意思就是說呢 我從右邊找過來的第一個 就找到A 那我一樣名稱改A3好了 然後這B3 找到第一個 這個瓜虎 找到第二個瓜 把中間的東西切過來 放到E欄的這個位置 所以執行的話 就是高的部分了 有沒有 長寬高都有了 那最後的話呢 如果要一次 全部都讓它執行的話 那其實喔 最後的話 你只需要什麼 再增加一個什麼 瓜虎自串 如果你三個一起執行的話 你可以就這樣 產生一個SUB的瓜虎自串 然後裡面的話 只要什麼 只要再加CALL就可以了 前面加一個CALL 意思說 我就直接呼叫這個SUB 跑完第一個 跑完第二個 跑完第三個 那不就三個一起執行了嗎 OK喔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我把它RUN一下 所以這邊清楚 這個把它一直執行 那等於是1 2 3 所以其實這三個喔 最後甚至是可以不需要的啦 OK 再把它Delete掉 所以它是這個 跟這個就可以了 這個可以把它再把它拉上去一點 這個把它拉上去一點 OK喔 不過你們練習的話 乾脆就是 就是照剛剛做的 那個結果就可以 三個按鈕 總共VBA的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著 把那個總共有五個按鈕 把它分別完成 那一樣 我在雲端上面 如果你怕有些細節 記不太起來的話 那可以參考那個 雲端白板上面的152 上面也有 我剛剛做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 是的 謝謝 --賬人 -賬人